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林 我们每天做菜都离不开油 那么这个食用油它要分好几种 最主要的就是调和油和菜籽油 那么菜籽油和调和油哪一种油更健康营养 哪一种烹饪出来的食物更好吃呢 今天猫林就带大家一起来分辨一下 这两种油到底有什么区别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调和油和菜籽油都是我们经常食用的两种油 调和油是混合了多种植物油 简单来说就是将几种油勾兑在一起 而菜籽油呢是单一的一种油 那么这两种油哪种更好呢 我们来仔细对比一下 调和油它一般的原料呢 是精炼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葵花籽油、棉籽油作为主要原料 调和油也是要分好几种 第一种呢就是营养调和油 一般以向日葵油为主 配以大豆油、玉米配油和棉籽油为主 而经济调和油呢 一般是以菜籽油为主 配以一定比例的大豆油价格比较低廉 第三种呢就是风味调和油 就是将菜籽油、棉籽油、米糠油 与香味浓郁的花生油按照一定的比例来调配而成 第四种就是煎炸调和油 用棉籽油、菜籽油、综合油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制成的 这种油呢它的起酸性能好 油点高适合做油炸食品 我们再来说说菜籽油 菜籽油呢它是由天然的油菜籽压榨而成的一种单一植物油 菜籽油呢也是有一些分类的 从自取工艺来分 可以分为压榨菜籽油和进出菜籽油 从原料可以分为转经营菜籽油和非转经营菜籽油 从脂肪酸组成的戒酸含量来分 可以分为菜籽油和低戒酸菜籽油 菜籽油的颜色呢 一般呈深黄色或者是棕色 颜色要比调和油要深一些 那么菜籽油和调和油哪一种油更好呢 首先啊这个菜籽油它是单一的一种油 虽然人体吸收率高 但营养价值有限 而调和油是根据多种需要 由多种植物油调和而成的 营养更丰富均衡 所以在选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调和油它更有优势一些 但是平常在吃的时候呀 建议大家最好是两种油可以交叉的油 怎么样 今天猫林给大家科普的菜籽油和调和油的区别 您学到了吗 学会以后下次买油可不要买错 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挑选哦 我是猫林 想了解更多 新鲜有趣的小秒招 欢迎在朋友们下方训续点一个关注吧